整圈六十年了 这位十全老人志得意满 自以为比美汉唐盛世纵远的国民 他自民风流 雅浩收藏 当然也包括一些西洋公民 但是他却没有兴趣去了解西方埋遗 对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 这些也只是桑芸环景的点缀 太阳依然西下 只不过西方世界正在悄悄改变 而大清皇朝也即将变成巨大的春景 各位观众好 我是张亚忠 时间过得很快 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了 百年来整个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而不如移开发国家 这百年来 我们有外在的骚扰 我们没有逃离掉帝国主义的摧残 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宣讲下摸索前进 我们内部 或而携手合作 共欲外 或而纷争不断 骨肉相承 在新台百年的今日 我们希望透过省思 来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 沧桑岁月 帮助我们迎向人民安居乐业 民族富强的再一个百年 百年中国 迷雾之先 将以两个主轴呈现我们对再照中华的关怀 第一个是探讨百余年来 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 寻求民族复兴道路上的迷语雾 希望未来的中国 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迷惘 而悟到民族新生的道路 第二个是透过历史回顾 呈现两岸的所有中国人 都是命运共同体的事实 百年以来 我们彼此敌对的时间多 献手的时间少 迷的时间多 悟的时间少 这也注定了百年来 再现代化 与民族发展的道路上 我们无法大步前进 只有面对阳光 阴影才会在我们的后方 不了解过去 又岂会知道阳光在哪里 我们希望透过对历史的回顾 百年以来 我们迷了什么 又误了什么 因此 我们为各位制作的六集系列纪录片 百年中国 一步之间 中国的历史也好好伤伤 破心不衰 遇到明智勤健的领导人 国家就附属生平 而遇到昏昧贪毒的皇帝 社会就贫困动荡 这个宿命的循环 大清帝国当然也逃不开 在当时的世界里 西洋人受了马可波罗影响 以为中国人是强大的文明国度 而大清帝国也不明了世界 还陶醉在天朝的想象 清朝统治中国约268年 在十二任的皇帝中 有三分之二都破囊战 因此曾缔造了中国历史上 第三个黄金年代 乾隆皇帝是第五任皇帝 在为六十年 堪称太平盛世 所谓乾隆自越宁 四海皆生平 但是清朝实际上 已经领服着重大危机 清朝呢 升级而衰了 这个是在潜龙 在位的第四十年 我们一般都说 潜龙有点智得意满 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他重用了何生 何生专政了二十五年之久 正风就败坏了 因为何生非常的贪污 这个我们一般说是贪污大王 然后来嘉庆皇帝 曹和珍的家呢 那个属治啊 盘污 巨殿的产生 大概就是全国清朝 十年的税收 我们中国自身人口开始增多 到亚伯大神前夕 到时清朝的人口差不多到四位一啊 因为你人口增加 你必须要养育 粮食要配合 这些现象呢 都可以说是带来清朝 这个由神而率的一些